动词后面到底是跟to do还是跟doing呢? 很多同学背了无数个搭配还是搞不清 其实很简单 to do是个不定式 表示的是不确定 未做的事情将来的事情 而doing是个动名词 把动词名词换了 它强调的是整个事情的过程 例如想要做某事 想要做就表示还没有做 那么就要用to do like表示喜欢 它强调享受整个事情的过程 叫用doing 有些动词后面可以加to do 也可以加doing 其实也很好理解 例如regret后悔 后悔后面如果加to do 就表示后悔没有做某事 如果regret后面加doing 就表示后悔做过什么事了 把那个过程做了很后悔 大家判断一下 decide后面应该接to do 还是doing呢 请把答案写出来吧 在东边到底是用in the east 还是用on the east 一个方法叫得搞定 如果在范围内叫用in 如果是在范围外接染的用on 如果在范围外不接染用do 例如上海在中国东边 在中国的范围内叫用in 蒙古国在中国的北部 蒙古国在中国范围外并且是接染的 所以用on 日本在中国东边 日本呀 在中国范围外并且是不接染的 所以用to 学会了没 这个就是点 你准mung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t's mp3 这是一个mp3 我们知道翻译这个地方填的是一个 那只能选择a或者是b 到底选哪一个呢 看紧跟其后的单词 我们要看它的发音 到底是以原音开头 还是以辅音开头 源头要加n 辅头呢 要加的是r 而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它的发音m 是以原音开头的 源头n 所以本道题选择b选项 你听到了没 难 rejecting 会 没有